出什么事了 是不是你和顾千帆 发生什么事了 没有 没什么 三娘 我和你 你说 我可能有点喜欢 你喜欢她 你喜欢她 就喜欢她 用不着哭 是好事 不是 我知道这样不对 因为我们是因为欧阳迅的事 才来的动静 这有什么不对 你听我说 欧阳迅她已经跑了 你跟她的事早就翻遍了 顾千帆和你 男未婚 女未嫁的 你们一起共过混乱 现在都在东京 这不挺好的吗 这些日子 冷眼看着你们 早就觉得你俩不对劲了 我觉得她是有点喜欢我 但是又不那么喜欢我 你在说什么呢 三娘我问你 你要是喜欢一样东西 比如是胭脂水粉 手势衣装 你会怎么样 我有钱我立马就买回来 你没钱我就拼命地攒钱 实在不行我就 天天守着她 哪怕多看一眼也是好的 她就不这样 虚虚实实 忽近忽远的 她知道说一些话 让你胡思乱想 把你的心选起来 然后再当做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再把这根弦卸掉 你说你要是喜欢一个人 你会这样 她的多半肯定 一定 是真心喜欢你的 不然她干嘛为你做这么多事 茶坊的本钱 这屋子 还有尹章教方的事 那可不就是子方以前跟我说的那个叫 爱屋集屋 那是爱 这也就是我难过的地方 你说当初我们在前堂 打我注意的人不少吧 你说她对我要是一点真心都没有吧 我也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 就这半真半假的 我老是提醒自己 人一定有自知之明 我老是提醒自己